生活讯息来看到女性爱美 为了想找到适合自己的彩妆品 在妖妆店里免不了要用些试用品 但是有一位22岁的女大生 因为试用了护唇膏 结果导致唇泡疹 就医时啊 她的上唇已经肿得像香肠一样了 皮肤科医生就说 因为试用品被使用的次数很多 如果没有没有好好的保存 或是试用者的这个卫生习惯不好 上头就容易出现大量的细菌 而另外像是睫毛膏 上面也可能被沾染上长了尸虫 一定要格外注意 妖妆店试用品灵人满目 但小心有些试用品没被好好保存 试用后恐怕伤皮肤 就有位22岁女大生 在妖妆店里用上唇试用了护唇膏 没想到三天后 上唇却开始长水泡 唇泡疹更让她就医时 嘴唇已经肿如香肠 上唇位置啊 都长出一颗颗小小的水泡 那又吃又痒 那经过一个礼拜之后呢 一直没有好 她就来门诊看 那我们发现她是一个 单纯泡疹的感染的现象 那一般讲这是免疫力降低 才会感染的问题 试用品因为被不少人使用过 一旦有人卫生习惯不好 就很容易在上头出现细菌 不止唇膏类 可能会让试用者嘴唇长泡疹 或是过敏 睫毛膏也会有细菌感染风险 严重者还会长湿虫 粉撲粉饼类除了过敏危机 也有可能让人长出扁平油 很多民众可能会用手 去碰到她的瓶口等等 那这样子也相对的 可能有个间接性的 一个感染的机会 放一些像柿子类 或者说一些棉棒 丢弃式棉棒 要用这种方式 有一次性的 女性爱美为了想找到 命定款彩装品 适用免不了 但适用前最好都先将产品表面 稍稍擦拭 不要直接碰触 才能避免释出问题 记得探讯中国新闻市报道